Wikidata的Alan 好 有听到 好 那欢迎得到Wikidata 那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编辑的自由知识库 目前我们有9400万条项目 那从第43届也就是上一届G0V到现在 我们在这短短的应该快三个月来 Wikidata的资料增加了100万 那社群又有50个人参加 然后我们一起写了6000个条目 产生了10万个条目阅览 那Wikidata它是一个 Wikidata它是Wikipedia的姐妹专案 它是一个真正任何人都能写 任何人都能用的知识库 维基百科分享出去还要CCBISA Wikidata直接给你CC0 那你只要在Q16078371就能找到G0V 用结构化资料取代散文式记者 对基督更友善 更重要的是说 它帮这笔资料赋予了一个唯一的识别码 同时这是一个全球的快语言专案 那像是中华民国这个条目Q865 就有100多种语言翻译 也很像记载一个项目的在不同资料库被储存的位置 那同时有这个功能可以具备有识别码对照的功能 那对于关注度的要求也比较宽松 可以协助记录关注度不足于收入 Wikipedia的基础资讯 那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直接把资料全部打包带走 也没有问题 那全球9400万笔资料呢 打包下来只有90多GB 只是压缩率听说非常的低 那你也可以透过Sparkle这个工具 来查询特地的资料再进行下载 可以下载成JSON,TSV,CSV,HTML 或者是你要下载成SVG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目前在9400万条条目里面 台湾相关的各专业领域的资料覆盖率还不足 以最近社群正在执行的水文专题来讲 覆盖率大概只有30% 那目前Wikipedia正在进行的资料专题有 地方制里面的地方政治人物资料汇整 水文基础资讯的建制 台湾艺术家展览艺术品的基础资讯 台湾公路基础资讯 以及台湾的各个语言的单字 那说这么多我们在找什么人呢 第一个是你想要有关注的议题 想要继续下来的人 觉得你的专案跟Wikipedia可能搭得起来的 所有资料库专案都跟Wikipedia有机会搭得起来 想要跟我们一起汇整资料的人 想要试着写写看的人 第一次注文GTV不知道能做什么 想要试试看的人 那我们有Facebook 那我们在Stack里面有Channel 那今天一样还是会做水文基础资讯的整理 以及台湾政治人物资料的汇编 那等一下我们在8号会议室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凯杠 谢谢大家 好谢谢Ellen